先上來 還有科技部的張部長 我們現在請龍部長還有張部長 等一下龍部長10點鐘離開是什麼事情嗎 對不起 因為我今天在 本來是早上9點鐘有一個會議 那所以因為昨天才零時說是 必須我親自來開會 所以我零時把今天早上9點的會議 挪到10點15分區 是什麼會議 是行政院的會議還是立法院考察的 不是 是有外部的專家的會議 外部專家會議 對 因為這個很早以前就定了的 本來今天是預定次長要的 那張部長跟張部長是全天都會在這裡吧 是 半天 早上嘛 所以我希望龍部長還是以立法院為重 那當然 不管是外部會議還是內部會議 應該是以立法院委員的 這個質詢或者是考察為主 現在幾乎我看招委都很平均嘛 幾乎每個禮拜就是找三位部長 輪流到教育文化委員會報告 都是平均平均分攤嘛 那龍部長 你有很重要的會議 我希望你衡量能夠以立法院為主 同委員這次是一次意外 是一次意外 好 這個金馬獎 剛才我聽那個林佳龍委員質詢啊 我認為不一定 不一定說一定要在台北辦嘛 能夠到台中 到高雄都可以 金馬獎為什麼 一定在國父紀念館呢 這個我是希望能夠有這個突破性思維啦 你說執委會的結議 執委會的結議 但是你認為如果說台中歌劇院或什麼 也可以啊 高雄什麼也可以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在台北辦 空委員 執委會啊 他是每一年都去接觸地方政府 因為我們文化部只給他兩千萬的補助款 他都是去問地方政府 哪一些縣市政府可以提供多少的相對經費 以便於來決定說他們可以放到哪裡去 他們每一年都是各處去諮詢的 好 那個龍部長 那個你有沒有去故宮看過這個 最近有沒有去故宮看那個特展 我最近都沒有都沒有時間去 沒去看過特展 對 最近沒有 張部長有沒有去故宮 上次有一次好像是乾隆展的時候去看過一次 乾隆展嘛 乾隆展的時候我也有去看過 最近那個特展 因為今天我們談的是一個科技 如何用科技來去教育 來推動整個人文的一個發展 對不對 對 那我今天要舉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個乾隆特展 那個也是用動畫的方式來呈現 故宮跟北京故宮合作 用動畫的方式來呈現乾隆的特展 其中啊那個最近展出啊 有一個叫原住民的特展 這個是馮院長啊 最近答覆本席質詢 已經辦過第二次的原住民特展在故宮 第一次是黎明之初 是把那個清代的故宮典藏有關原住民的文物跟史料 放在故宮來展出 那個是突破性的 因為故宮從來沒有展示過原住民的文物 他們說原住民文物到你到對面的順應博物館看就好啦 那但是呢 黎明之初啊 三年前在本席爭取之下 當時周公信院長啊就呈現了 在故宮 那這一次是李宗啊 主題叫李宗 李宗是談到什麼呢 他是用沙畫動畫的方式來呈現當時林爽文事件 因為原住民啊 平埔族幫忙這個清朝啊 抗這個平埔這個林爽文事件有功 所以當時皇帝啊請了幾個原住民的頭目跟領袖到北京去 這是李宗有談到這個沙 用沙畫動畫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我現在要請教 故宮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要問龍部長 你的博物館跟文化館有沒有辦法做到 空火園其實我們各個博物館 他看他的策展都經常的會有跟原住民有關的主題 最常做的有三個館 一個是台北的台博館 一個是台南的台灣歷史博物館 還有一個是台東的 現在我們是講科技 怎麼樣用科技的方式來呈現 就像故宮這樣 故宮這樣 你把一個歷史的故事用沙畫動畫的方式來呈現 像乾隆是用動畫嘛 那個李宗是用沙畫 把它呈現用電子方式來呈現的 是您是說呈現的方式 是使用更多的科技 你可以要求啊 用那個科技 數位科技 或者是什麼科技的方式來呈現 原住民的人文跟歷史這方面的 故宮可以做到 我說你的底下的博物館 史前博物館在幹什麼事情 對不對 是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你應該要拿出一點新的思維 是 我們其實可能要跟科技部做更大的合作 而且可能是在我們所爭取的科技預算裡頭 對於博物館的呈現方式有更多的科技元素進入 博物館的呈現方式有多種 不是只有把那個文物借來展出就好了 對 那現在我們要談的是科技方式來呈現吧 所以我希望龍部長你有時間啊 你去看一下故宮那個李宗啊 好的 那是原住民的主題特產 是 然後你把這個事情呢 你交代你底下的所屬的博物館跟文化館 要跟故宮來學習嘛 好 可以做到 好不好 好 可以的 所以我相信你應該 你應該比那個馮院長聰明啊 我跟他學習 你應該 那個龍部長我們對你奇蹟很高耶 你應該比故宮的馮院長聰明 馮院長都可以做得到 你怎麼做不到呢 是 我們跟他學習一定 所以我那個 好 那個龍部長你請回 好 謝謝 我現在問一下張部長 你這個科技部 針對原住民的數位典藏人文展示 這個有什麼具體成果沒有 在那個數位典藏裡面 過去推了這麼多年的數位典藏裡面 其實原住民的文化本來就是主題之一 那最近 那個結束了吧 那個計畫是不是結束了 那個計畫結束了 但是要跟委員再補充一下 那個我在政務委員的時候推著open data 開放資料 當時事辦的對象之一就是圓民會 那在去年的我忘記是什麼時候 過去都是你們國科會補助經費給圓民會 所以我當時就反對 為什麼圓民會不會自己編這個經費 你們應該要開發一個新的東西嗎 那個 把那個新的計畫給我了 好不好 那個張部長你先請回 我請那個教育部的這個長部長 空委員長 那個長部長 現在我們原住民關心是原住民的母椅 是不是要列入學校的必修 對最近有很多的討論 上禮拜有幾個我們一些原住民的議員團體 到教育部去抗議嘛 所以我當時我就提了一個案 那這個原住民的族椅母椅 是否要列入學校的顯修或必修 這個請教育部這邊要積極的去研究一下 這個我們知道的是你現在族椅的方面 族椅方面我們30D法院的結議是必須要爭取 就是包括閩南椅 客家椅 原住民 新住民 要爭取它的一個時數好像增加一個小時 對 這個是在原來在小學本來就有 現在在國中這一端 現在在考慮是不是變必修 現在是兩岸並程的方式 我想我們會做進一步的審慎的討論 以後會做處理 那我自己到未來會主持課審會 會做進一步的一個最後的 現在我要問的是 到底現在我們原住民的 我講原住民的母椅 是 我還有兩分鐘 怎麼 今天 沒有加二 沒有加二 再一分鐘好不好 好 我以為是今天有加二 好 再給我一分鐘 那個 我現在要問的是談原住民的族椅 是 我上禮拜我剛提案請教一部積極研究 但是呢 你當天就已經說 這個族椅已經是我們國中的必修 是不是 現在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過去有做適當的一個建議一個承諾 就是說朝這個方向來做努力 那現在事實上在課程發展 研究發展委員會送出來的是兩岸並程 一個是說用選修的方式 這個選修 表示了就是如果學生提出來 這個選修就會安排 另外一個是考量用必修的方式 那現在這兩個議案 兩個案子都出來 會先在 先在國中分組這裡做討論 那進一步會送到我們大會 會到審議會來做進一步的處理 那在大方向上 我做的承諾 我希望是能夠在這個方向來做努力 那現在就說 列為選修或必修 還沒有很確定嘛 是不是 選修必修就是說 我有做適當的這個建議了 可是因為事實上 我們還是要尊重整個這個審議的程序嘛 現在是課花會送出來的是兩岸並程 進一步的會在高中分組的這個會議上面 會做出進一步的這個決議以後 會送到我們課審大會來做進一步的處理 我希望你不要只有什麼課審大會 要聽取我們原住民社會的意見 是 我想我們會全面的透過 因為這個老師是希望列為必修 但是家長可能有不同意見 是 我們也都聽到了 我們原住民學生的負擔太沉重了 是 壓力太重了 所以你要要儉衡一下 到底我們是要列為必修還是選修 所以我說我們會很審慎的 現在是因為是兩岸嘛 所以說我們根據這兩岸出來的情況 我們也組成小組會去做進一步的討論 最後會在大會上 會做最後final的一個決定 好 我希望那個教育部 能夠審慎的決定 是 好不好 是 當然一定是 所以我們這個決定 都是非常審慎來進行的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陳碧涵常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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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